修心时 世俗心 出离心 菩提心 几乎都是同时存在的 只是一会儿有世俗心 一会儿有出离心 修得好的时候有菩提心 有时候着象了 又回到了世俗心 有时候觉得人间很烦恼 没意思 又有出离心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我们学佛人一遇到诱惑 世俗心就开始升起 出离心就会动摇 师父还说 如果出离心一旦动摇了 你的菩提心随之就会遗失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分享一 2021年5月20日 我有点咳嗽 也没太在意 就吃点西药 一直到25日 药都吃完了 白天好些 到了晚上咳得更厉害了 一点都不能睡觉 我只好上医院 花了三百多块钱 买了三副中草药 以为这下可以好了 结果三副中药喝完了 还是没有见好 反而咳嗽得更厉害了 连续两天两晚 一直咳嗽不停 晚上咳得最厉害时 一会儿都不能躺着 只好做到天明 5月29日 我给菩萨上碗香 求菩萨加持我 让我好起来 不让经济困难的我 再花冤枉钱了 有这钱 我可以去放生 可以用来做功德 我许愿 先为自己的药经者 捎送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消除咳嗽 睡前念一百零八遍 消灾吉祥神咒 一百零八遍解解解咒 晚上我就不停地念大悲咒 消灾吉祥神咒 解解咒 夜里三点多 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好了一些 没有以前咳嗽得厉害了 下午 我烧了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晚上睡觉时 我继续求菩萨加持我 睡个好觉 然后继续念大悲咒二十一遍 消灾吉祥神咒和解解咒各一百零八遍 不知不觉的 我就睡着了 一点也不咳嗽了 感恩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心灵法门灵验无比 分享二 2021年7月份 由于我过度劳动 导致左脚疼痛 走路像个瘸子 我想休息一段时间就没事了吧 可是休息了快二十多天 还是疼痛 不能正常走路 我就去看医生拍了片子 医生告诉我是水肿 打针不行 要动手术 得花一万多手术费 我想 这钱要救多少鱼呀 做多少法宝呀 我今年五十六岁 面临三六九节 晚上我上香 在菩萨面前流着泪和菩萨说 菩萨妈妈 我的情况您是知道的 我现在不想花那么多钱 我现在用三大法宝来解决吧 我许愿烧送经文组合小房子 一个月一波二十一张 放生五十条鱼 好了以后现身说法 就这样 我每天念经 也用大杯水擦 求菩萨加持 经文组合小房子 我烧了三波以后 脚的水肿就完全消失了 没花一分钱 我的脚就好了 咱们的心灵法门太灵验了 只要我们真修实修 观世音菩萨真的是有求必应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兄们 在我没修心灵法门之前 我有妇科病 甲抗 腿上皮肤过敏 胃疼 还掉头发 另外 乳房里还有一个好大的肿块 自从我学佛两年多来 这些毛病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全好了 过去 没学佛前 我每天活在人间地狱 学佛以来 我每天都是法喜充满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带到人间 让我们离苦得乐 感恩师父让我懂得了快乐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是一位初学者 2022年4月初时 通过我姐把我引入心灵法门 结了佛缘 同时也与一位师兄结缘 是师兄为我免费送法宝 一路指引 我入心灵法门的目的是帮我儿子戒酒 饮他有酒精干 我每天早上六点为自己做功课 白天念小房子 晚上四点为儿子念功课经文 起初我在佛前许过愿 求菩萨显灵 心灵法门的经文组合小房子显灵 如果我儿子酒精干好了 酒戒了 我一定弘扬佛法 前几天 我儿子体检 酒精干好了 只剩下脂肪干了 转按眉高点 我想我坚持为他念经 一切都会好的 感恩纳摩释迦牟尼佛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兄一路指引 经常鼓励我 帮助我 时间证明 我不入心灵法门是无比的正确 以后我会精进自己 学好佛经 用好法宝 珍惜这份缘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奥大利亚 2000年奥运会 媒体大亨莫多克 他去捧场参加 在现场莫多克 突然之间发现 椅子下面 有一个硬币 就是一块钱的硬币 这个时候 他蹲下身 捡起来 脸上还带着微笑 这则细节 被媒体曝光 爆炒 上面写着 拥有一万家产的资产的 一个媒体大亨 只为捡到一枚硬币 而微笑 实际上 人快乐的标准 是一根可以无限延伸的 橡皮筋一样 我们把欲望拉得越大 它就拉得越长 快乐的标准就越高 人就活着越痛苦 越难实现自己的未来 李嘉诚 曾在被采访时 有一位香港记者问他 均以为一生中 最快乐赚钱的一刻 是何时啊 没想到李嘉诚说 开一间小铺 终日忙碌 晚上关门之后 在昏暗的灯光下 与老伴一张一张的数钱 记者措手不及的 如此回答 我们学佛人 要把快乐的标准 拉低降低 降到人人都可以拥有的地位 那你就会永远的快乐 这其实就是智慧的象征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人辱精进 无有恨 修心善待 慈悲根 红尘幻觉 莫当真 好好修心 报佛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